來 來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大家喜歡的外國人單元 玉琳啊 你的生活經驗豐富 去過的國家 看過的人 多到數不清 那你跟周遭的親友出遊的時候 有沒有做出哪些不文明的行為 讓你覺得很丟臉 其實我出國的次數真的不多 我愛玩的人 那就出過那幾次 每次都遇到不文明的事情 印象比較深刻是有一次跟P-A-U-L 好像什麼公司 我生命當中第一次去泰國就是跟他 去第二天就發生事情了 我們去有一個應該是那個 泰國華裔吧 他開的海鮮餐廳很有名 人山人海 去就要排隊嘛 排隊一個小時喔 終於快輪到我們了 然後開始有人插隊了 一個排隊 兩個排隊 那個Paul受不了了 你知道他 可是他硬要很短 他硬要踢桌子 受不了了 結果 結果自己就跌倒了 因為 他腳太短了 他踢不到桌子 他在坐姿勢 他在坐姿勢 腿要死你就跌倒了 我是應該要扶他 但是我沒有扶 是因為我一直笑 那一趟行程非常不愉快 他還跟 跟一個美國人打架 在夜店 對 因為 但是這次打我支持他 因為那個儀式有辱華的言語 就什麼台灣人不OK 什麼之類的 在那邊murmur 但是因為他喝醉了 他自以為的murmur 其實大聲到我們 離他五公尺都聽得到 對 Paul那個很霸氣喔 過去 怎麼樣 然後那個人聽不懂 打拳打拳 因為他講中文 這太好玩了 然後就揮拳 然後就打起來了 那後來你有沒有扶他 我也是一直笑 他一揮拳 一揮拳就沒有 揮空 你全場在旁邊笑 因為那個外國人是喝醉的 他大概一百八十五公分左右 那Paul大概就是差不多 一百八十五公分左右 結果咧 但是Paul還是打贏 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個外國人喝醉了 所以他拳都揮空的 揮空 後面也是這樣 然後那個外國人說 後面都外國人自己懂了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來賓 宇柔 Justin 好 還有是子龍 來 我們這裡是 豐田 好 舞陽 以及答向 那我們來問一下 就是說 先舉牌 你們經歷過的 你覺得各國都有一些 比較不文明的行為 是哪些你印象深刻的 愛情舉牌 我先我先 舉牌 好 你先就你先 法國人不愛洗澡 我曾經陪過我法國的朋友去逛街 我們就是感情真的滿好 就是一個訓練的夥伴 然後我就發現很奇怪 為什麼每一次去逛街的時候 他都很喜歡買香氛類的東西 比方說很香的身體乳 或者是各個品牌的香水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買這麼多香氛類的東西 是有什麼需求嗎 他就說沒有啊 我們就是要一直噴香水 我說那為什麼要一直噴香水 因為你噴一次出門 不就那個味道會一直在 他說 我們如果一個禮拜不洗澡的話 要一直噴那個味道 才會被改掉 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 然後有一次我在訓練前 就看到我那個法國女生朋友 她就把她的那個訓練服穿起來之後 就全身每個地方都噴香水之外 她還把褲子拉開噴喔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行為之後 我就想說 他們真的不愛洗澡耶 他們寧願用香味去蓋它 對義大利人這麼偏見 你旁邊做一個義大利人耶 義大利人愛偷東西 對啊 義大利人愛偷東西 講到這個我錢包不見了 對 旁邊有義大利人 小心... 不是 我一個以前的一個女朋友 她就跑去羅馬 她就覺得說 Roman Colosseum 你一生一次一定要去那邊嘛 你一定要看那麼有文化的地方 那麼有歷史的地方 對啊 沒錯喔 對 就沒有 講的都是正確的 她就是在那個 到那個Colosseum的門口 要進去 突然就是 以大軍的 義大利也不知道是哪裡的 突然 衝過來 然後一直撞來撞去 她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撞完了 她們就 對不起... 不好意思... 講台語 就離開了嘛 她們沒有這樣台語 她們沒有這樣台語 妳真的有賣故事 你說我 沒有... 因為我知道你會接那個 我就幫你接了 謝謝 然後所以到最後 她要進去這個門口 要付錢的時候 發現錢包不見了 錢包 護照 手機都不見了 那你會想說 那你還是有什麼誤會啦 你會想說旁邊有警察 我過去問他們就好了 警察在那邊 因為有一些說法 可能是因為觀光區 你知道嗎 對 爬手有名道 警察都知道 這邊有爬手 也不抓 厲害的是要跟警察聊完天 對不對 她的手錶也不見了 對 你到底在講 警察的手錶 越來越多 來來來 無佐 美國人怎樣 不守規矩 愛破壞 來 攻擊一下美國人 我們這個東西真的很搭我的故事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們偷那麼多 美國觀光客的東西 就是為了維修我們可憐的羅馬 被他們這些美國人弄壞 什麼弄壞 你們羅馬侵占過多少個國家弄壞了 你們不配嗎 這個中文就是劫富濟品 你們來的時候都不小心 我們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那一個服務是那種 滑板的 滑板 那個是有點像U-bike的概念 你可以租 然後你就是應該有一點點道德 然後騎的時候 好好騎 去拍照 開心 把它放回去 結果這些美國人做什麼 亂騎後 I'm your man I'm your man 都不小心那些交通規矩 還錯邊啊 然後當然我們那個古蹟 這個還有上新聞 那個古蹟那個美國觀光客 用那個滑板 像我們的那個古蹟人樓梯 還有弄壞 我們的古蹟 古蹟 古蹟誰分得清楚 你們羅馬那麼老 誰看得懂哪一個是古蹟 哪一個是現代的 拜託美國觀光客 你們 才沒有我觀光 可能要多一點板子來說明 對不對 你就哪個板子上面就寫古蹟這樣 對 對 對嘛 對 還寫中文 古蹟 就更多音味了 你講的是誰 韓國人 韓國人 他們就是有一點沒禮貌 所以 尤其是走在路邊的時候 我們日本人都是這樣子 走在路上都會 人多就會 自然會 會散開 台灣人也很會散 對 就如果有撞到 那一定會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什麼的 韓國人絕對不會 真的嗎 他絕對不會爛路 撞到 也絕對不會對不起 前幾天 跟義大利人很像 一直撞 然後你到了時候 你只剩下內褲 對啊 整個衣服都撕掉 前幾天有一個 沒有 是被偷光了 前幾天有一個網友在講 說那個九份 不是人很多嗎 對 你一眼就知道那是韓國人 因為他們走路不會走完 他們就直直的 然後遇到人 上開 就一直 就一直這樣 最後變這樣 英國人上廁所不洗手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去過三次啊 我覺得這個是我 我以前沒想到英國人 會做的事情 因為英國人 在大家的鬧子中 應該就是個 非常澄門的國家對不對 很雷尼 他們好多公室 就去喝酒啊 可能球賽啊 然後就進去啊 然後就是喝了這個啤酒 然後想說上個廁所 我進去廁所的時候 就那邊 算我的事嘛 我想說一回頭 因為人很多 平常來台灣你回頭 好多人身在那邊等著牌 都是洗手對不對 他們完全不洗手 空空的 乾乾的 他們是直接走耶 超噁心的 荷蘭人水利大小的 這更厲害了 對啊 因為我之前 我跟我的媽媽 我的阿姨去歐洲旅遊 然後我們到了荷蘭 然後我就覺得說 荷蘭像電影一樣 就是很漂亮 然後就是可能又有那種花 然後就是又風車 對 就像童話故事真的 可是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都會覺得 不 完全不一樣了 很紮亂 然後到處都是尿 到處都是大便 而且我看到了 其實看到有人在大便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覺得 在阿姨斯特丹嗎 對啊 他走走的路 然後去旁邊是有那種草 還是什麼 就是有那種樹葉 他就在旁邊這樣脫褲子 桌下打一個 這麼主眼 反正狗都這樣做 這麼主眼 為什麼人不小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殺眼 那我們來問一下 台灣有哪些先進的行為 讓老外都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制度 還不錯 A 垃圾分類不亂丟 B 智安良好 來 請舉牌 下 T2 來 舞陽 大家都B 智安也有 跟巴西比起來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跟你講 我上次在巴西 我那時候大概是高中 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交了那個女朋友 我大概交往了半點之後 就是說去見她的爸媽 然後我想說我那時候沒車 然後我就有一個腳踏車 知道嗎 我想說我的腳踏車 所以我已經開始有點緊張 因為我前面三台腳踏車 都已經被搶過了 我想這一台 就是我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就看到那個 去她家的地圖 因為那時候沒有網路 沒有Wi-Fi 我就好遠喔 我就開始騎 騎了大概四十五分鐘 我就一直繞 那個我覺得可能會危險的地方 我就一直繞 一直繞 從邊邊接著騎腳踏 我到了她的那個路口 住人從左右的那個走道 來了大概四個五個小屁 就跟我說你在這裡幹嘛 你知道這邊是我們的地盤嗎 我請來不及講話 下車 下車 趕快這個 這是我們的 你趕快回去 然後我就好緊張 我就直接下車了 把車子帶走 然後他們就騎走路上說 第四台腳踏車都不見了 有事你知道嗎 為了愛情 我就是往前走 我就開始慢慢走 然後大概坐了十分鐘 就召到那個號碼 就bling blong 一開門 是他弟弟嗎 結果他在那邊 開門 是他弟弟嗎 對 他結果弟弟 幹你的腳踏車 對 沒錯 他怎麼把你 你是來整我嗎 跟你找我把你幹掉 我說我沒有沒有找你 或是來找我 我叫那個女生的名字 爛找我姐姐 我們在門口有點大聲 然後我女朋友就在後面說 誰啊誰啊 然後就說 我跟你講 你先進去 我等一下把你的腳踏車還給你 我說好 就是那個氣氛好尷尬 我一進去就跟他們聊個天啊 就吃東西 我一個小時後就從不要回家 門口就說得叫他在那裡 他想要他就要拿走 然後他還跟我說 他到兩個路口 又一趟他弟弟 下來 不要回來 不是 不是 OK 就很糟糕 豐田你也覺得治安 日本治安不是也很好嗎 對 大家都說日本的治安很好 是很好 但是對我來說 還是覺得台灣比日本還安全 因為日本比如說 電車裡面 吃汗 對 有很多吃汗 這個是 因為我之前在東京生活的時候 每天要坐電車去工作什麼的 那時候大概 一個禮拜 遇到兩次 都會延遲 電車延遲 原因都是吃汗 吃汗他們會做什麼 就 抓你的屁股啊 抓你的屁股 這種變態 你被抓過嗎 我有跟我幾個女生朋友去過東京 然後我們在電車上真的遇到吃汗 他就是會在 不管人多不多 他會一直靠近你 然後不管是用手 或者用他手上的包包 他就是盡可能的摸你的下體 他就是一直蹭你 然後你怎麼躲 躲到角落他還是黏過去一直蹭 因為有些女生是 不敢叫出來 對 所以就蹭這個時候 就是硬要摸這樣子 對 還有一個是日本的 鄉下是更危險 比都市更危險 因為很多小混混 他們就是很習慣就是 那個 蹲在那個便利商店的門口 在那邊 蹲著 蹲著 大便 大便坐這樣子 蹲著 然後有人經過 好開喔 超開的 超開的 對 超開的 不是在大便 他們在 沒事幹 沒事幹 想要找架吵 比如說我那時候 很常要去便利商店幹嘛 就會遇到他們 就看到我就會說 就是台語的 看什麼 看什麼小朋友 對 看你演奏 那我就沒有惡意什麼的 我們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他就站起來 然後一群 一群小混混 混混衝過來 你要跟我打架 是不是來啊來啊 就衝過來我就趕快跑 那你是哪裡得罪他們 對啊 沒有 你都沒有 他們 他們不需要理由 對 無規則 對 因為他們沒事做 然後想要就是 刷存在感 你就是他們的事 我選逼 因為其實我們家人 都在馬來西亞 然後因為我們也有朋友 加到馬來下去 其實馬來西亞 自然真的有些地區 是非常不好的 他們已經不是偷東西了 他們是搶東西 對 我直接搶 他們看到你身上有什麼 他就搶 你的手上帶很多那種 很名貴的什麼珠寶 他們甚至是會砍手的 然後譬如說 我們開車在上下班時間 尖峰時間 我們是會塞在車陣裡面 他們就是騎機車 在你塞車的時候 他們會經過你的車 把你的副駕手 把你東西拿走 然後車騎也就走 你追不到 對 所以就是真的不能開玩笑 出門什麼都不要帶 真的不要帶 那你是榴槤公主 你帶榴槤出門可以吧 那也太危險了吧 我扛一個不帶出門 要幹嘛 沒有 這是真的 因為我上次去吉隆坡 我是去工作 然後我往上的時候 跟我的經紀人去旁邊 就是旅館旁邊的一個小夜市 那我帶出門 我現在就帶了我的相機 跟我的攝影背包 我一進去那邊跟他說 我要賣個漢堡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隱身 他就直接跟我說 沒賣了 賣完了 可是我想說 你的那個櫃檯 還有麵包可以賣 知道嗎 然後我說怪怪的 然後就去找另外一個東西吃 就把東西放在桌子上 然後經紀人兩個人 一起做 一起吃嘛 我就看到那些人的隱身 他們就開始打電話 就人魚賴也多 巴西的第六根就很準 我就跟經紀人講 我們等一下 半個小時你一定會被搶 然後他就開始緊張嘛 就是台灣人比較少 會被搶劫對不對 可是我就知道他們一定會弄我們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現在不要緊張 我先把我的腳串拿出來 等一個棍子 然後我就會損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從這邊 走到二十四個小時的麥當勞 大概走五兩分手就到了 我們用拋的 大概三十秒就夠了 然後他很緊張 一直流汗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付錢之後 就跟他說 好 我們先走 我爭起來開始走路 我就看到那些人 就開始慢慢地追我們 然後就現在跑 我們就開始跑 你知道嗎 那個五六個人 就一直追我們 好可怕 追到那個麥當勞的門口 他們就停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吃不走 好像到Embacy 對 你的生活 好危險 那你們後來怎麼脫困 好興趣喔 因為我們在二十四個小時 到麥當勞 看他們可以當多久 我們這邊最少有吃喝的 就可能好 對啊 然後他們大概半個小時就走了 而且在吉隆坡 也還算是還蠻多人 就是你可以叫車或幹嘛 如果是鄉下一點就會危險 進去店裡面把你抓出來 對 他抓出來一看 又是女朋友的弟弟 犯家了 去媽媽那些髮髒 媽那些髮髒 媽那些髮髒 我們不會做垃圾分類 所以我覺得台灣 做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國家是這樣子 就是你把全部的垃圾 都丟在一起 那時候還有疫情的時候 我回去的時候 就發現就很多什麼 口罩 手套 這些都不能少 可是他們還是硬要少 結果我們其實也有行為報過 有一些鄉下地區 他們附近就是很大 大規模的垃圾場 然後他們一直少那個東西 他們的空氣變非常的糟 很多人得愛症 或者什麼那種 我們來看一下選愛還選B的人 不正常 台灣哪些先進行為 讓老外好羨慕 A 垃圾分類不亂丟 B 治安良好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因為在馬來西亞 其實如果你認識馬來西亞人 大部分人都會說那邊治安不太好 就是很容易被打劫 就是像我也有被遲到打劫過 或者打破車窗打劫過的經驗 然後第二點 我覺得在台灣 很讓我覺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台灣住的話 我們的家門都不會有那種 多一個圍籬 就是多一個鐵門大門這樣子 但是在馬來西亞 每一家每一戶都會有大門 而且在大門 就算裝起來了之後 還是很有可能 會有壞人直接翻牆 把你的家裡的電視拿走 還是什麼重要的東西拿走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治安真的比馬來西亞好很多 日本也自然比其他國家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還是全球第一名 因為日本有不少色狼 晚上在日上把妹的人 還有怪怪的人也有 但是我在台灣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但願一個人走路也完全不會害怕 所以我覺得台灣還是世界上 第一名自然良好的國家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6%的KOL投給A 垃圾分類不亂丟 而有74%的KOL投票給B 自然良好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多數人都稱讚自然良好 是的 所以選A的噴 阿娜 好可怕 台灣有沒有比較文明的地方 跟國外比起來 我們是不輸的 好不好 我這樣問你 A 無法好好排隊 B 儀式東西撿不回來 A還是B 來 請舉牌 來 加斯汀 台灣的小偷 莫名其妙也有公德心 小偷有公德心 你在稱讚他嗎 對 不是啦 行友 聽起來啦 比如說你的錢包 我就只拿錢嘛 成分證會寄給你 還給你 像我在呈善這個小 他知道證件對你很重要 對 我一個美國朋友 他是來台灣 他那時候 他去重證紀念堂 他去上一堂課 在外面 然後外面 他就是把他的東西 放在一個轉角 剛好有一個朋友 一個小偷 朋友 會發現 我剛有一個小偷 他的朋友就是小偷 他就是過來 從那個角落這樣 把他的東西這樣搶走了 他下課的時候發現 我東西都不見了 我的護照 我的錢 我的居留證 什麼都不見了 他要回家的時候 他就收到一通電話 他拿到電話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是剛剛偷你的東西 的人 如果你先要你的東西 我先把它放在 捷運的門口外 5號出口 拿到了 拿到了 對啊 一塊錢都沒有 但是所有的東西都在 好感人 我想起有個朋友 就是皮甲裡面兩千塊 證件 然後被偷了 兩個禮拜以後 他收到證件 然後跟兩百塊 然後小偷在裡面 留一張紙條 因為我只需要一千八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他兩百塊 怎麼有兩千五天啊 也不是 我聽了眼淚流下來 但是也不是 每一個都一定有的啦 真的 衛斯B 因為我在台灣遇到 太多事情 我真的好感動啊 我隨便講 剩個很簡單的例子好了 我帶個客運 我的皮夾掉在 那個左上嘛 我剛好送國外回來 裡面有大概三百美金 抓九千台幣 再加一萬台幣 因為我在經常換錢 然後就去台北找朋友 一下車 我就知道那個感覺 都是在車上 然後朋友跟我說 你打電話跟那個客運上 說不定他們會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呢 裡面除了三件以外 還有所有的錢 可是最誇張的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當模特兒 然後我就是去台北 去就是拍攝嘛 然後我就搭電話過去 然後我就進去拍攝之後呢 我在那邊已經忙了 快四個小時 突然那個工作室的門鈴 就開始 一開門 我就然後一個人是 什麼什麼什麼手機 什麼什麼手機 我說手機 手機 我的手機在哪裡 真找不到 我快速過去 那個四級大哥 是載我去那個地點 我不小心把我的手機 丟在車子上 我去工作四個小時 他就發現那個手機在裡面 iPhone 他還是繞了回去 我工作的地方 昨晚還給我 很厲害 我的健身器材 我有一次在公園 我把他們丟在那邊 就是大家運動的地方 我有調環 可以做福利停車 發現很多器材 放了三天 我整個忘記了 我回去公園要運動 發現他們都還在原點 因為這跟我們的 習俗有關係 我們不太去碰路上 我們沒有看過 怕你那個會爆炸 因為我的 我們怕可能要娶誰這樣 對 因為台灣人習慣 不會撿路邊的東西 不會撿路邊的東西 因為那個很危險 是因為 不知道會撿到紅包啊什麼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就很麻煩 你後面會 你很快就會有 另外一個世界的老婆 有時候那個草叢裡面紅包 你一拿起來對不對 突然一堆 一堆女生跑出來 姐夫 姐夫 講的姐夫 這樣嗎 這不是重點 這滿重點 他姐姐已經走了 對 他妹妹咧 也沒有 那現在就是他妹妹啊 他們躲在草叢裡面啊 你撿到那個紅包 你就要跟那個過世的姐姐 他裡面包多少 大概兩百而已吧 那不撿 如果現在給外國人撿 然後那個姐姐真的很可憐 那就是那個晚上會 所以把它拿給兩百塊 然後把紅包放回去 然後都不負責 我是遇到紅包的事情 然後我當初不知道 紅包有這個習俗 我看到紅包一個 把他先來講 包含紅包一千塊 就超開心的 你知道嗎 我馬上辦那個現實動態 拍給愛姐姐說 你看我今天運氣好好 就是那個紅包裡面 還有一千塊 然後我沒有看到手機 我就回到家裡你知道嗎 回到家裡 就看到好多人在私信 我說 你不要花這個錢 不不不不不 就這樣了一大堆的 你知道那個紅包 跟那個一千塊現在在哪裡嗎 還在我的桃園那個家的門 那個牆壁貼在那邊 我不可能花了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 有怎麼處理那個紅包 所以你老公啊 你拿去廟裡捐了 就捐 捐 對 然後那個紅包袋就燒了 紅包燒了 錢給廟 紅包袋燒 你燒錢幹嘛 你燒錢會不會抓去 你燒錢 那是廟 OK 那個一千塊 你給廟完之後呢 就是捐給廟的 捐給廟 沒有沒有沒有 就說這件事情 不是你能夠處理的 那種奇怪的觀念 所以你請到你的神明處理 給廟花會怎樣 給廟花不行嗎 對啊 他就是要那一千塊 他就是要 不是給廟裡面花 是這個一千塊 後面代表的意義 不是我能夠處理的 所以我就不花這個錢 但是我請神明做主 那麻煩你幫我們處理這個事情 坦白講 這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對啊 但是你說你一定要花一千塊 whatever 隨便你 對不對 因為 那個鬼也不會講英文 所以他 他一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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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交 不一定 我可以交 他會中文 搞不好 搞不好那個鬼是ABC 對啊 OK 阿翔 對 就是 因為雖然我選A 可是那個B的我也有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台新的Apple的電腦 有一次我就坐Taxi回家 然後一直在這樣電話 然後就真的就進去Seven 然後把我的電腦 放在ATM上領錢 回去 然後我已經在家裡 不知道幾個小時 然後就想說 想看劇 我電腦咧 我就一直回想 我這個路上有去哪裡 在哪裡 好 我就整個大哭 我媽媽說你還是會去看看 那個Seven有沒有 我回去 真的還在ATM上 還在那邊嗎 而且DNA還跟我說 小姐 你的電腦在上面 我就故意不要動 萬一我人不在 你就找不到 那我告訴你 這也跟我們剛才那個習俗有關 對 因為現在看到紅包已經不會剪 所以他們已經找不到對象 他現在放在LV皮夾 那是比較分 高興一點 新的一招耶 對 有人是放在皮夾 於是你去解那個皮夾 打開紅包 對 我們當Ghostbusters 你們找到路上有任何的紅包 跟我們講 我們幫你處理 因為他不怕鬼 他自己就是鬼 那這樣子好了 因為你真的被他撿到不容易 如果有這個需求的民眾 寄紅包去你那裡 可以去到我公司 假設你沒在怕 因為他出了名的窮鬼 他什麼都收 對... 連鬼都怕 對 連鬼都通通說拜託不要 窮逼鬼可怕 不要 我在鬼的黑衣服辦 都是選排隊啦 因為雖然日本人 也是很會乖乖排隊 但是日本人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前面會乖乖排隊 但是譬如說排那個 電車要上車的時候 一開門 原本是乖乖排隊的 但一開門就會用衝人 然後機... 機到最後是滿遠電車 爽到吃汗了 對 也會連到吃汗 也會 那時候都會 我的腳都碰不到地 被擠到我在 真的 被擠到這樣子 而且我們坐捷運 想說那個人已經差不多站滿 我們是不是就會 停在那個等候線 想說算我們等下一台 日本沒有耶 你知道他們是最後一股力量 這樣 老闆你再往內推 然後你整個裡面是這樣 緊在那邊 都會張到玻璃上 真的... 那個完全是末日景象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很有默契 就是最後一排進去的人對不對 他們會死守在那個門 就擋住 然後讓大家不被彈出去 他們會一鬆手 人是會... 他們有專門推進去的 還會... 還滿推的人 有專門推的 很強超強的 然後沒有一種脖子是直的 每個人都是歪的 真的... 很像搖滾技那種 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請看一下 國外哪些行為沒有台灣文明 A 無法好好排隊 B 遺失東西撿不回來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選的是B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安全 如果你把自己的東西放在別的地方 然後你忘記了 就不會擔心 別人不會拿走 好像是我之前去一個餐廳 然後我就餐廳 忘記了我的手機 然後我離開那個地方 半個小時後發現了我手機不在 然後我就要回去那個餐廳 回去以後發現了我的手機 還在一樣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在烏克蘭忘記了我的手機 我應該要跟手機說bye bye 就要準備買新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我覺得在台灣有很多誠實的人 我有一個朋友他找不到他的寶 然後那一天他覺得 啊... 一定沒辦法 我的ID在裡面我怎麼辦 然後晚上時候清查 打電話給他說 他們找到他的寶 然後他去清查局的時候 他也告訴我 他的ID在 然後所有在 他的錢也在錢包裡面 我覺得哇 那麼厲害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票給了A 無法好好排隊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B 一時東西撿不回來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台灣比國外好的地方 大部分選了B 就是東西掉了 是撿得回來的 所以選A 不過這個要跟現在的很多的年輕人講一下 還是有人在找這個老公喔 所以真的路上東西還是... 還是冥婚 冥婚 你在講冥婚的事情 對 假設丁如果每個人都來找你 然後你那個總共有八個這種鬼老婆 那很恐怖 你出門你肩膀會很重 他就微小寶喔 來... 好... OK 好 考慮分多次啊 OK 那請問一下 國外有一些什麼 特別的事情呢 就是說是比台灣落後的 OK 比如說 A 消費服務不方便 或B 網路不發達 A 還是B 請舉牌 對啊 這是比台灣還不方便的 是哪一件事情 選A喔 我們的消費不是很方便 雖然就是也是有行用卡 什麼Apple Pay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台灣最棒的是 Line Pay 因為你到處都可以用 不管是便利商店 還是你賣那個什麼捷運什麼的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地方是會費 就跟行用卡一樣 可是我現在每個月 就是我要這樣子花花錢 我都會看約底是多少錢 然後覺得 比如說有三百塊 好 我可以買兩杯星巴克的 可以有什麼咖啡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是完全沒有便利商店 這個地方 沒有便利商店 那有什麼商店 如果我要吃泡麵 沒有 沒有 但是那個機會都不吃泡麵 沒有 那買酒呢 我沒有限制 如果超過晚上十點不能買酒 你真的去夜店 還是去酒吧買酒 所以這樣子 我回去的時候 就可能去朋友家 辦一個派對什麼的 然後到了半夜 酒沒了怎麼辦 你要去買不到 所以你真的 不脫塞錢給店員 拜託他 可不可以不要給我開發票 賣酒給我 可是店員也很聰明 他會說你看 有一個經緯還在看我 再給你大包的 再多一點 對 再多一點 他說他還在看 因為他還要給他粉紅 他還在看 對啦 這樣子沒看了吧 因為他在那邊 就是要粉紅 他要賺一點錢 所以真的有些國家 尤其是如果你碰到那種 回教國家 真的便利商店 買酒這件事情很麻煩 就是 如果你遇到特定節日 你是整天不能買酒 然後要不然就是他會限制時間 晚上9點或10點過後 都不能買酒 然後還有的店家是 你進去吃飯 你不可以帶酒 你必須吃完之後 去專門喝酒的地方 然後也是喝到時間打燃 就不能再喝了 喝酒這麼累 不行 你不像我們台灣 就是你去哪一家店 想要小桌就小桌 我們甚至還有冰箱 可以直接拿酒 他們不能就是不能 那俄羅斯沒有冰箱商店 你什麼東西都要去那種大賣場 對啊 就真的大賣場 而且很多大賣場 他們也沒有開到24小時 所以他只有一個固定時間 而且你只能在家喝喔 你不要忘了 你拿出本店家也不關 對啊 路邊也不行 你在路邊也不行 像我們在台灣 所以不能坐在店 不可能 不可以 就像我們在台灣 就是說我們去典禮商店 就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覺得 去酒吧比較貴 好去典禮商店買一瓶啤酒 你在門口喝都沒關係 在樓市之間會被抓 會不會被罰錢 台灣好到你在Seven的門口喝掛 喝到在那邊睡著的警察 Seven還設座 我也給你坐在那邊睡著 對 你覺得便利商店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比如說現在都科技發達 我們就是可以用手機 交我們所有的費用 不管是交房租啊 交你的電話 手機的電費 水費 都是可以搞定在Seven便利商店 對 在美國 如果你手機不會用 或是你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東西 你可能 有一些老人家是沒辦法 你沒有這些東西 你要去市區 然後你可能要分一兩三天 去郵局 去電信公司 去營運 對 怎麼開到下午五點 或今天這個有開 這個沒有啦 沒關係 明天再來付這個 除了Justin講的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交通的這個部分 在台灣你一張悠遊卡 隨便大部分的卡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刷 然後在意大利呢 反而每一個東西 有他獨動的 他自己的系統 這個要弄這個 那個要弄那個 對啊 我這次我忘記了這件事情 我回意大利的時候 我需要打一個公車 我發現 我沒有公車票 只有票 那要去哪裡買公車票 所以商店不賣 這個不賣 肯定要去那個 專門賣公車票的小店 然後我就問 那個最附近的在哪裡的時候 往那邊發現 差不多一公里 然後我想 那我去 走回來兩公里 那我要去的地方 也差不多兩公里啊 不如逃路去 逃路去啊 那就好啦 對啊 台灣就非常厲害的 那個外送的什麼 Uber E 在那裡 超厲害的 在意大利 那個很麻煩 一定要等超久的 他們很環保 都是騎腳踏車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要等多久 每次我的朋友 他們都聽得很開心喔 我們聽那個 披薩啊意大利麵 沒有一次是熱的 每次來都是冷的 我問一下 像如果人家那麼下雨天 幫你送 要不要多給一點費用 我都可以給他 會啊 要啊 台灣的模式是 他送完餐以後 他會跳出一個頁面是 你要不要給他小費 給他多少小費 你還可以傳訊息給他 我愛你喔 辛苦你了 不需要 其實要不要 所以我是多的 我是選Ella 付錢的部分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塊 日本特別落貨 到現在 日本都 日本人都很愛用現金付錢 那我在台灣生活久了 就 現在已經習慣不帶錢包 一張悠遊卡 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就上次回日本的時候 我一個是我很愛賭博 然後 你很愛賭博 我去日本都會玩那個 賭博 今天都愛賭博 他盡頭 合法的 所以你是賭徒喔 也不要這麼說 所以你把現金用完了 現金都在那邊花光光 輸了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生活 然後發現 日本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用刷卡的 很多地方小店都是不能 刷卡的 只能用現金 所以就不知道怎麼付錢 我就叫妹妹來 借我錢 這樣子 那雨柔選的是B喔 絕對選B啊 因為你知道 其實到現在沒有 很多的國家 是有什麼網路吃到飽 這件事情 然後像 如果你很常出國的話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都要出國 我們能省就省 我們就有一個觀念講說 我們也不要弄網路 反正如果當地有Wi-Fi 我們就連Wi-Fi 可是你知道嗎 可能它的Wi-Fi 它真的有 但它3G 然後你全場的人 都要連那個Wi-Fi 3G怎麼用 你知道你光開一個網頁 所以你要開20分鐘 出國最好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有網路吃到飽 我們不管去任何國家 開之前網路吃到飽 到國家還比他們的網路快喔 所以在台灣買嘛對不對 對 就是沒有 就是你台灣的進行公司 你請他那個開通 到國外賣郵 一天300塊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那種黃金用戶 你可能一天只要99塊 對 真的 你們吃到飽 這個台灣電信是太幸福了 我16歲才有網路 我們還要請政府過來 砍一條路 我沒有騙你們喔 都砍了一條路 放電線桿那些東西 我們才通這個網路 你們那時候有電燈嗎 一台 他們都點了出來 有路燈嗎 路燈只有一台 路燈只有一台 在我家外面 你住在什麼地方 你住在什麼地方 南所羅來納州 什麼年代 我二十年前 我二十年前 在加拿大的時候 用那個網路 我按一個影片 我按那個影片 我可以去廁所 去泡咖啡 去吃東西回來 差不多可以看那個影片了 而且只可以看得到一半而已 對 一天只能看一個影片 你打電話回家會那個嗎 打電話的時候 我一開始 我都覺得說很奇怪 每一次我爸爸打電話給我 還用視訊 他都是白天 天氣非常好 他都在外面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選擇打電話的時候 都是好日子 你們有在算嗎 他說沒有 只有這種天氣 我們可以打電話給你 因為才有訊號 才有訊號 他們要走到家裡外面 走一段路的院子 到路邊的信箱 才有受訊 在台灣很難想像這些問題 其實其他國家真的有 因為有時候在台灣 深山裡面也有訊號 對 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我為了聽電話 我就是穿著內褲 只有穿著內褲 我自己一個人在外面 在一個樹下 這樣講電話 沒有鄰居 沒有鄰居 你是一個人在身 然後那個跟你通電話 等會不會也是走到樹下 然後你們兩個還沒對面 什麼地方 不是 你要走過去那棵樹 然後再接 才有訊號 到底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國外哪些事其實很落後 跟不上台灣 A 消費服務不方便 B 網路不發達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肯定是A 因為我覺得加拿大的小費服務 超級不方便 特別是如果跟台灣比較的話 我覺得最不方便就是吃飯 因為在加拿大吃飯的話 比較貴 就是原本是比較貴 基本上完全找不到200塊一下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像在外面吃飯的話 你這樣也要花很多錢 等很久 就是要幫讓那個人服務你 就是像台灣這邊 有很多小店 然後你可以隨便店 然後很便宜 然後你吃15分鐘就好了 都可以吃晚餐房間的 加拿大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服務 今天的答案呢 我選的是消費不方便 因為不是英國 他們還是習慣性地用Credit卡和那個現金 那他們現在花未來錢的這個習慣呢 就變成很多其他的方式都不管用 然後都沒有補給得到 那我去的時候呢 就變成得用現金嘛 那他還會找零錢 我想說最近已經很久沒看到現金了 他還找我零錢 找那個10匹20匹的 真的 我也跨不了啊 所以就變成很多地方都很不方便 沒有補給得到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40%的KOL 投票給了B 網路不發達 而有60%的KOL 投票給了A 消費服務不方便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60%人選擇消費服務的部分 所以選B的噴 好冷喔 好 請問你 好冷喔 台灣有哪一件事情的開放 是贏過國外的 好 A 男女感情 B 批評政府 好 感情還是批評 A或B 請舉牌 好 你們外國人說感情 你們所謂說的 巴西人的比較開放 對啊 這是屬於我們在單身的 那個狀態的時候 就是我們單身的時候 我心中沒有任何人 我要跟誰 我的私徒是我的家的事啊 可是呢 我們在巴西只要你交往 我們是真的會非常的祖宗人家的 而且我們最主要的是什麼 不管是男朋友 還是女方做錯了 劈腿還是什麼的 我們就馬上 拜拜了 我們什麼 第二次機會 我在台灣十幾年了 對 那麼我最常看到台灣的是什麼 台灣人單身的時候 單身 非常的乖 你們就 乖乖的樣子 乖乖包 你們開始交往的時候 就開始亂掉了 就真的是 亂到一個不行 就是要不是女生劈腿 就是男生劈腿 對 那假設說女生被劈腿了 男生一陣子劈腿 她說不好意思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機會 沒有 那女生劈一次 男生也劈一次 這樣就扯平了 那女生就劈平了 對 不平了 不算 不算 那就不算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我劈腿一次 那要在台灣還是原諒啊 可是我覺得 我還有看到 有一方是真的很認真 很認真的想要有一個小三 這樣才是對的 但我另外一個義大利朋友 她住新竹 然後她是已經快差不多 五十歲的義大利人 最後有一天有一個 差不多四十歲的女生 很有錢 然後她有家庭 有小孩 然後跟她說 你真的很帥 我所有的朋友 都有外國男朋友 我也要一個 你要不要跟我交往 我老公不會知道 你放心 而且我們出去 我都是會請你吃飯 真的嗎 真的 很正嗎 她要 四十歲 我正不正 我不知道 那你朋友答應了嗎 沒有答應啊 對啊 因為我們是義大利人啊 我們會覺得 這種要求 是會讓人家會覺得 有罪惡感 很尷尬 很奇怪 是犯罪 如果就算要這樣做 也不可以那麼公開這樣問啊 要假裝一切都是 所以偷偷來可以 要假裝一切都是剛剛好發生的 對 正起自然 正起自然 比較好嗎 意大利放置 要鋪陳 封田呢 我是覺得台灣人很愛 不是批評應該是說 很愛討論政治的事情 對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嚇到的就是 他們跟我聊天 你是日本人喔 你幾歲 大概二十幾歲 那你覺得那個老師日本的嗎 差不多第二句就直接問那些 很敏感的問題 然後覺得 怎麼會問這些問題 因為我在日本 甚至跟爸媽都不難碰 在台灣就是我們問爸爸 爸爸講了 可是跟我們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就吵架 對 就吵架 對 你假裝 就會吵架 你父母不會互相溝通這個政治嗎 我們的概念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這個空間討論政治的時候 我很怕得罪到某一個人 一定有自己的那個政治立場 所以最好不要踩到那個蕾 在馬來西亞它幾乎 你不要說什麼口頭上討論這件事 連電視打開 可能連政論節目這種東西都少之又少 台灣是 譬如說幾點到幾點 幾點又到幾點 你每一台都可以有政論節目 大概九點以後 然後每一台都會有不一樣的人主持 你知道嗎 我爸還說 有幾個主持人 他說真的是政論節目的天王 比沈玉玲還強 他說他們在那個政論節目 沒有 應該說比沈玉玲還荒謬 台灣的政論節目 他們一講到就是好像本人都在現場 對 案發現場一樣 怎麼可以講這麼真實 然後你看我們在台灣就是 隨口連你坐計程車 大家都會問說 你是哪一檔的 你什麼如果到投票期間什麼 你選誰或什麼 都是這樣光憑身上問 可是在馬來西亞 我們不是有一個很知名的歌手嗎 他只是講話 或者是他的歌裡面有寫到 跟政治相關的 他一回去馬上被抓到 就換名字 被抓 他們對於政治這種東西是非常敏感的 他們的好處是這樣 你叫醒來 今天心情有點難 那你就知道要轉哪一胎 你叫醒來 今天有點綠 那你就知道要轉哪一胎 OK的 不會讓你失望 對 對 全部都怎麼樣你知道嗎 一本正經在胡說八道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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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選A還選B的正常 台灣哪件事比國外還開放 A 男女感情 B 批評政府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我選B就是批評政府 好像之前我去台灣旅行的時候 就在飯店我打開電視 隨便都可以看到討論政治 或者是批評政府的一些政論節目 我當下心裡就會就是會好奇 蛤 可以那麼講政府 就是不會被抓起來嗎 因為在我們國家 馬來西亞就不太能這樣子 而且政治也算是一種敏感話題 所以當時我看到台灣可以這樣公開的檢討政府的時候 我當時我是覺得台灣真的很開明開放 我來台灣以前在烏克蘭都在看爭論節目 就是看我們那邊的人罵我們的政府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的人真的很會罵政府 然後來台灣之後看了台灣這邊的那個爭論節目 看台灣人外來外去自己的政府 覺得台灣人才會罵政府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0%的KOL投給A 男女感情 而有70%的KOL投票給的B 批評政府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沒想到這會成為外國人喜歡台灣人的原因 一個意思 原來他們喜歡看台灣人罵政府 選A的噴 真的 我很多外國的朋友來台灣常來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什麼地方都去過沒有 他專門來看我們的政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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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政論節目 能夠更多元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肉館下次來 我不想在看的 我想看到的 我想要看到的 我想要看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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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胖 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強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OK